各縣市疫苗要停打 但市長你看一下 你不是說疫苗很夠 那疫苗很夠為什麼要停打 你跟我講個理由嘛 現在不是地方政府不按照順序打 會打太快 不按照順序打 打太快 太早打完 你如果有 你可以補給他 你為什麼不補呢 你拿出來嘛 你拿出來讓地方不要斷貨嘛 新北市 苗栗 雲林 嘉義 你不要讓他們斷貨嘛 讓他們可以繼續打嘛 那我就相信你 只是沒有給 不是沒疫苗嘛 說半包小的 就是沒有疫苗可以給人家嘛 來 昨天就告訴你了 疫苗現實挺大 陳時東講什麼 疫苗都夠 是地方打太快 夠 來 拿出來 現在給你拿出來 拿出來 你先拿出來給我看 有多少 來啦 數字在這邊我先給你看啦 全台灣剩下190萬劑疫苗啦 190啦 百九的有沒有 剩190萬劑你跟我說疫苗夠 那你拿出來 拿出來 你看這190萬劑你可以撐幾天 看看各位撐到你的寶貝高端 接上來上市 來 一天台灣現在可以打2728 升30萬 六天啦 我算你一個禮拜啦 拿出來啦 拿出來啦 莫德納 拿出來 沒有嘛 有啦 人家給你三萬劑啦 聽說一萬劑兩萬劑會先到啦 一萬兩萬 差不多全台灣 再半小時就打完了吧 可以幫你多撐半小時啊 什麼叫做疫苗都夠 是地方打太快 夠 你就拿出來給我看 你拿出來給我看 其實我跟你講 倉庫推開 零下70度 裡面其實有兩千萬劑的 莫德納 還有BNT啊 在 我馬上跟你道歉 跪著跟你道歉 沒有嘛 就沒有嘛 來 今天羅秉承幹上加幹 又加幹 再加幹 幹幹幹幹幹到歪 他說什麼 拜託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 預約系統的順序施導 那我想請問是哪一個地方政府 沒有按照預約系統的順序施導 是新北 苗栗 雲林 嘉義 還是台北 還是台中 還是高雄 還是台南 哪一個沒有 哪一個地方政府沒有按照 預約系統的順序施導 哪一個地方政府將好打 敢給我逆時鐘 還給我逆天才IT大臣 哪一個 你講出來 如果另類施導 或不照這個作業程序進行 一定會亂的順序 那再多疫苗都不夠 誰罵 哪一個地方政府 那麼要掰嘛 疫苗這麼寶貴 在全世界 已經多到很多國家 很多品牌疫苗 是不要跟垃圾一樣 但台灣很寶貴啊 救命的啊 哪一個地方政府這麼hold down 逆時鐘 逆英文 逆增艙 還逆鳳鳳 哪一個 你講出來 哪一個去另類施打 什麼叫另類施打 你講出來 講清楚 哪一個沒有按照 預約系統的順序施打 哪一個 母教肖 五大 另類施打 哪一個 不按照作業程序進行 哪一個 你如果講出來 那我就再問你 如果這些地方政府 這麼壞 可以 你不要給他 其他的 你能給多少 新北 壞壞 沒有按照預約順序 不給你 好 壞學生 沒有好保保卡 扣分 關廁所 半蹲 可以 苗栗 另類施打 被抓到 不要給他 然後這個 雲林嘉義 沒有按照作業程序 好不要給 其他縣市呢 交出來 要打第一季的 交出來 第二季要打莫德納的 交出來 在哪裡 一樣沒有啊 一樣沒有啊 不是嗎 來網友很聰明 承認疫苗不夠很難嗎 很難 很難 再來 照順序打疫苗 就會夠嗎 好問題 現在就是用政府系統 順序打的 還不是不夠 是啊 現在用你天才IT大臣的 預約系統打的 也沒有啊 也不夠啊 你覺得夠 那你拿出來給我看 除了 我算到的190萬 也許我有漏掉 也許有1900萬 那你拿出來 你告訴我在哪裡 你告訴我 我可不可以不要高端 而打其他的疫苗 在哪裡 拿出來給我看 沒有啊 來 我們進去凱箱好了 就上肢跟壓軸 來凱箱 我覺得其實這些話 其實真的都是一些幹話 因為他很多都是在 光是聽他 就覺得明顯的邏輯 有出現問題 比如說你現在講說 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打太快 他至少可以從時間的縱深 跟當下 有幾個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直接證明他在胡說八道 比如說打太快跟打太慢 陳時中間的意思是說 現在都是地方政府打太快 但是其實 其實不過就在兩個禮拜之前 7月14號 我都還記得那一天 指揮中心突然公佈了一個數據 然後做成一個表格 就是說這個各縣市的接種率 到底多少 到底打多少人 而且那時候 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是說南投縣 國民黨執政的南投縣政府 他竟然還有40%的疫苗 發給你的你沒打出去 然後一時之間 大家突然變成接種率 變成一個重要的防疫指標 然後就看下來最後幾名 台中 南投 都是你們打得不好 都是國民黨的縣市 在扯台灣防疫的後腿 7月14號的時候 7月14號指揮中心 此前都沒有討論過 什麼接種率這個數字 突然丟出接種率 好像他是當時 上天下地 最重要的防疫指標 結果同一天 民進黨團就已經開了記者會了 就已經開了記者會 然後提出攻擊 針對這些縣市 然後講說都是這些縣市在亂搞 7月15號隔天 又開了另外一個記者會 原本指揮中心公佈了一個數據 然後7月14號同一天 民進黨團跟指揮中心同時 把這個過去不曾拿出來提過的這個數據 拿來作為攻擊非執政縣市的武器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又是一場協同作戰 這又是一場認知作戰 15號的時候再加碼 繼續罵 繼續罵 罵的過程當中還有一個人 不只有硬的 像什麼劉士芳 羅志正 在唱黑臉 然後在那邊罵人 在針對國民黨執政縣市在攻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唱白臉的 這個像管碧林7月19號開始 他陸陸續連續四五天 每天都在公佈那個指揮中心的這個數據 說今天哪個縣市的接種率多少高還低 然後呢 結果這個林明禎不是火大了嗎 去罵他說什麼 這是什麼什麼 罵了一個動物嘛對不對 就罵他 然後這管碧林還唱白臉 他就公佈了一個簡訊 說他說 哎呀我真的很憂心難投現的狀況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說跟一個大人物傳簡訊 然後那個大人物呢 照理來說簡訊上面都會寫說你跟誰傳的 然後管碧林破那張照片 用黑筆塗了老半天 結果塗了等於沒塗 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個塗黑筆下面遮的字 就是時鐘兩個字 就是陳時鐘 所以呢 民進黨早就跟你策劃好一波攻擊了 在此前呢 接種率不高是攻擊的武器 用來打擊非執政縣市 用來打擊國民黨執政縣市 然後現在呢 當真正的問題是一毛根本不夠的時候 連藍綠縣市都在跟你要疫苗的時候 他現在又反過來講說你打太快了 所以你到底是要大家打快一點呢 還是要大家打慢一點呢 這個從時間軸 大家如果可以回去 回顧一下這些新聞的發展 光是把這些新聞列出來 你就知道有人在胡說八道 就像陳時鐘這樣子的人 另外像羅秉承這種 我覺得羅秉承這件事也非常好反駁啊 他跟你講說什麼 你不知道順序打 怎麼打都不夠 請問一下 疫苗不夠的問題是因為順序嗎 這剛剛又這已經講了嗎 你今天就有十個人要打 你每天打一個打十天 跟一天打八個 然後剩下一天打兩個 一樣都是 如果你疫苗都夠的話 早點打完不是更好嗎 你怎麼會怪人家說不照順序打呢 真正在這個 在整個疫苗政策當中 最為人詬病的是什麼 是你那個分類表啊 不是人家不照順序打 而是你裡面有塞了太多的人 無限的解壓縮 無限的在我們面前插隊 像惠文哥到現在打不到 他前面有 不斷有人在他前面插隊啊 不斷有人在他前面插隊啊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第一類 醫護人員最先打 都沒有問題 但是大家知道 第一類醫護人員 現在有多少人嗎 三十幾萬是不是 五十七萬人 要變成五十七了 五十七萬人 比三月底的時候 多了十五萬人 是突然醫學院 突然畢業十五萬人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今天我醫生的 什麼爺爺奶奶 全部都加進來了嗎 對 你就知道說 這個解壓縮到這樣 已經非常誇張了 然後呢第二類 第二類是最被大家詬病的 什麼國家防疫之所需的 特權人士 像是丁怡民啊 丁怡民整天做梗圖 他有什麼 他有什麼國家防疫之所需呢 一天不攻擊在野黨 國家防疫會崩潰嗎 都是你們藍營亂講 什麼之類的嗎 你猜多少人 一定猜不到 這個我還是 最初九萬 已經被他罵到爆 然後呢不知不覺變十六萬 最新現在已經二十四萬人了 真的假的 二十四萬人塞在第二類裡面 第二類從九萬變二十四萬人 所以塞到二十幾萬人去了 所以你說 這跟順序有什麼關係 你順序排出來是那樣 你不斷的把人塞進去 那順序還有個屁用 所以就是 陳時中講的 都是地方打太快 你兩個禮拜之前 還嫌人家打太慢 還配合著那些側翼 配合那些執政黨的委員 在攻擊 然後呢 羅秉承現在說是順序的問題 你疫苗夠就沒有順序的問題 更何況你怎麼會夠呢 你怎麼會夠呢 真正照順序的人 全部被你們的特權給插隊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幹話 不要講那些五四三的 大家不要被帶風向 你講這些有的沒的都不重要 只要疫苗夠 打得快是好事 只有疫苗不夠 你才會說你不要打太快 你不要讓我覺得 好像沒有疫苗了 好不好 趕快慢慢打 每天都有疫苗來 然後呢 也不要一次到貨太多 感覺三不五時就有到貨就好了 不要讓人家想起來說 我們疫苗不夠 最好是每天都有 就當我們是朝三暮四的猴子 差不多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就覺得 其實包括我自己臉書粉絲頁 還有很多的這個朋友 然後那種明代那種的 都在講啊 說你們這些大官啊 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去聽聽基層民眾的聲音啊 大家都覺得 最好是有這麼巧的事情啊 在高端疫苗急如新火 過五關斬六仗 要準備上市 端上來給各位施打的同時 進口疫苗就斷貨啦 進口疫苗又要重演這個空窗期 哪有這麼巧的事情 說穿了是不是又是一個局 逼大家都要打高端啊